我們到了Hunter Valley 了 燈光裡面應該很漂亮 發現高科斯珊瑚也很貴 所以回來City吃更划算 更漂亮 我們現在是最新鮮的 對 剛剛開店了 早安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早餐了 吃完生蠔買完咖啡 現在是早上9點40分 我們出發去Hunter Valley 今天的天氣跟我們昨天去Blue Mountain站很遠 今天是很陰的天氣 希望不會下雨 想在葡萄園拍照 我們到了Hunter Valley 現在才來吃東西 訂了這間餐廳叫Jimmy Joanne's 我想說這陣子放假 應該很多人來Hunter Valley 所以我們昨晚訂單 差不多全部餐廳都敷了 很不容易找到這間可以訂 我們來試試它 我好幸好來到這邊就變好 因為很多人都穿這些花花長裙 我覺得今天穿得很佳 另外這間餐廳是其中一間可以不用給Credit Card 就普通的餐廳 而且價錢都會比較相宜 我們來看了office menu 就是一個blank steak for share 就是30元 per person 然後就會配一些盤菜 我覺得這個挺划算的 我覺得剛剛這間也挺划算的 30元 per person 可以有一個牛扒 兩塊粟米和兩款沙 所以覺得挺划算的 還點了一些olive 但我媽媽也喜歡吃olive 然後牛扒是有配過gravy sauce 我自己喜歡多點點gravy sauce 但是男朋友就喜歡就這樣吃 我覺得就這樣吃 它是多一點炭烤味 我覺得它最棒的話 它燒得剛剛好 它是中間還有粉紅色 很嫩 而且加上去還有酒 來到這個是叫Petersen House的酒莊 進來就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花花 這裡的停車位是拍滿了 所以可以看到 這裡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酒莊 而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Sparkling Wine 我們預訂了三點鐘的 wine tasting 我們預訂了30元的 那個就是會有Sparkling Wine 另外它也會配合 跟Sparkling Wine相配的一款雪糕 所以非常期待 我是期待這個雪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興奮的 experience 因為你可以吃到不同種類的Sparkling Wine 有白酒去到Rosé和紅酒都有 然後它還會配合很多不同口味的Gelato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很特別的 你在外面一定會吃到 還有因為它的遊戲就是 要你猜跟酒商店的Gelato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就不告訴大家 是什麼味道 但是一定是很特別的 而且是 嗯 你知道它的味道之後未必會再想吃 哈哈哈哈哈哈 挺好吃的 但是它不太好 對 它很有趣 所以非常推薦 剛剛開新了聖誕禮物 本來男朋友想買粉紅色給我 但是送到之後是啡色 所以她很不開心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是Viden Wine 我們會來下一回合的tasting 這裡我們是會試紅酒的 剛剛又想來walk in的一間tasting 但是她說已經敷了 幸好我們昨天還預訂到 所以如果想來這一間 記得要早點預訂 我本身呢 是比較偏好甜酒的 所以普通的紅酒白酒 我都不太喜歡 在這裡品酒呢 其實我都不太感受到 那些味道是怎樣 不過這裡環境很好 服務也很好 所以都挺推介大家來試一下 喝了很多酒之後呢 我都開始蒙一下蒙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居住的地方 這裡是Harrigan 然後這裡旁邊呢 是有Barn and Beach Chow 然後還有賣酒的地方 所以設施好像很齊全 我們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她真的很準時收工 我們5時09分 回來到她收工5時 收工已經沒有人了 然後那裡寫說我們去她的酒店找職員 所以我們就去找職員幫我們Check in 這裡就是外面了 某一間屋裡也有一個優雅的車廂 給住這個是504 Hunter Valley的酒店選擇不多 很多都敷了或者很貴 這間酒店一晚大概1100元港幣 雖然比較夠 但也算是整潔氣 在這個門口走出去就是葡萄園 記得塗了蚊帕水才好出去 還有出入記得要關門 浴室也蠻乾淨的 配的水浴用品也寫了很有趣的Caption 例如是 Could we shower together 和Wash away the weekend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是Hunter Valley Garden 這裡很大的 但是我現在不能給大家看 我們先去吃飯 我訂了這間叫The Salah Restaurant 這邊的餐廳很滿 我們很幸運 我剛剛打電話過來 是成功預約到有位的 然後呢 現在是由十月底到一月底 他都會搞一些聖誕的燈展 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來感受聖誕的氣氛 我吃完飯就帶大家去看看燈展 還有看看公園的東西 我上來 這間餐廳真的不是說笑 我覺得是一間寶藏餐廳 我們有機會去預約到 真的很幸運 前菜我們選了一個Vocaccia with Wheat Butter 那個牛奶很香 忍不住塗了很多下去吃 主食叫了一個Pot Belly 吃下去肥而不利 它的配菜是Kimchi 炸豬皮 和焦糖洋蔥 加起來吃下去 覺得口感和味道都很豐富 另一個主菜呢 我們選了12小時慢煮的Rum Steak 吃起來很軟 但是很濃牛味 它配了泥物 粟米Custard等等 一樣都是很有創意又好吃的搭配 甜品方面 點了一個糯米Rice Pudding 熱辣辣配著雪糕和Cereal吃 挺好吃的 但是對我們來說 就甜了一點點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就是Hunter Valley Garden的門口 可以看到這個門口 有很多很漂亮的燈光 但是我們來到之後 才發現原來它要付錢 還要34萬個人 但是它30點 現在已經很晚了 又很冷 我覺得我走不完 所以決定還是不進去 在這裡可以感覺到燈光 裡面應該很漂亮 還有很多人在這裡很熱鬧 所以我相信裡面應該很漂亮 但是大家拍照 很想的 來到這間酒店裡的 在這間酒店裡吃早餐 但是它的菜單是沒有價錢的 不知道多少錢 最後發現這個半自在早餐 是25元澳幣一個人的 雖然自在餐的部分 都是簡單的 飲品、水果和Cereal 整份吃完都感覺非常飽肚 如果懶得再到處找東西吃的話 可以預約酒店的時候 加起來會便宜超級多 我們來到尼加州了 我們先來吃飯 我們先去這間 Mellweather Surf House的餐廳 那裡去吃東西 這是我的朋友的推介 跟我說這裡要很早預約才可以預約到餐廳的位置 但我們現在其實早了一整個小時 看看它會不會給我們位置 另外就是這裡附近有個沙灘 所以這裡很繁忙 我剛才附近繞了很久找位 應該繞了幾十分鐘 然後就覺得要多一點時間來 因為怕要很難找位 這間餐廳有兩層 樓下就是Beast Bar 那會到達多點位置 餐廳在二樓 就叫做這個暴定大海徑 後面有幾個海 我們坐在窗邊的位置 所以就會很漂亮 他們兩個的菜單是不一樣的 這間餐廳比較多 正餐 比較像咖啡 所以就看自己喜歡什麼 如果在餐廳的話 就真的早一點點 可能剛才看到的名單也很爆 在這裡我們吃了一個 海鮮蜆殼粉和Tuner steak 食物不算特別出眾 但環境真的很漂亮 很舒服 如果不是開車的話 叫杯酒坐在這裡 輕鬆一下 看著那些人衝浪 真的會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治癒的大日期 吃完東西走出來 我們就來到這個山山 旁邊的毛邊泳池 這裡也有很多人在游水 現在是很大風 太陽也很猛 但是呢 雖然直曬著 那些風吹過來 會令到那個鹽散開了 所以也不算是很熱 嫌不嫌的夏天呢 當然是不可以坐過 在海邊喝杯Cold Grill 和吃個雪糕了 這裡是一間 很多人都在排隊的 Blue Door椰子雪糕 我們就買了一個了 嗯 剛剛去Nilcastle的David Jones 買回男朋友 一開始想買給我的粉紅色 太陽眼鏡 現在我們要去Sydney 明天要去潛水 所以今天要早點回去 早點休息 這就是我們的Hunter Valley Nilcastle之旅 帶一個很輕鬆的旅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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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那個感覺 不是這個不是花姐 我叫出皮朱古力蘇果 但是呢 巧克力糕不是那個 但這個是熱愛的好味 所以看到一下 這個挺好吃 嗯 很酸味 它不是那些chip-chip巧克力味 感覺是挺漂亮的 很像美的 對 我們來吃吃三味 我們好一碗 我是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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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 為何